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15年10月25日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完婚 1916年4月24日 两人补拍的结婚照如图 孙中山一生革命 宝学诗书 浪漫多情 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宋庆龄曾说 这是一般常人难于理解的 我这样做了 实际也是中山先生对我的考验 是与我和中山先生的结合 那是日后我们志同 到何的缘故 是顺理成章的事 孟小冬是金句史上最富盛名的女老生 他用自己的一副好嗓子 在京句的历史上大出了一片天 便有了东皇的美誉 孟小冬和梅兰芳携手共演的勇龙戏凤 多次有依无益的接触 相互间也萌生了些许好感 孟小冬不禁芳心暗许 美丽的东皇 还是选择嫁给了梅兰芳 此时的梅兰芳先后娶过两个妻子 孟小冬过门的时候只能做偏房 却连名分也没有 孟小冬为了尊严 最终还是与梅兰芳结婚 徒为孟小冬和梅兰芳的流影 中国的丹阳江姐原名江竹云 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 中国共产党地下士起 重庆地区组织的核心人物 1945年江姐和彭永吴结婚 婚后主要负责中共重庆市委 地下刊物挺进报组织的发行工作 1948年 彭永吴与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 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 江姐接任丈夫的工作 1948年6月14日 江姐的万线被捕 且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子洞监狱 1949年11月14日 江姐被敌人杀害并毁失秘迹 图为江姐的全家福 著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